第四十九集 浑然不知已被盖章 不懂事难处的乔晶晶 做了一晚上零零碎碎的梦 第二天 头昏脑胀地醒来 半闭着眼睛下床 差点踩到什么东西 哦不对 是一个人 靠床坐在地板上的人发现他醒了 立刻抱着手机爬起来 高兴地说 哎 哎呀你总算醒了呀 说完他立刻低下头 双手滑动不停 表情美滋滋的 哎呀终于可以开声音了 轻音打游戏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紧接着 王者荣耀的游戏音效就响了起来 乔晶晶很是无语 乔晶晶去刷牙洗脸 回来的时候 佩佩终于打完了 坐在床边贼嘻嘻地打量他 乔晶晶不禁问道 你 你干嘛 佩佩拿起乔晶晶的手机晃了一晃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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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看的 消息自己弹出来的 徐图问你醒了没 乔晶晶晶 乔晶晶拿过手机 看了一眼 却没回复 佩佩凑过来 给我看看你们的聊天记录 乔晶晶立刻关了 没有 讨厌 佩佩捶了他一下 不死心地追问 你和于途 你们现在 什么关系啊 高中同学 我跟你说啊 我作为你的忠实支持者 你的活动我都有看的 当然也看比赛了好吗 看见于途上台 我下巴都掉下来了 你们什么时候联系上的呀 就游戏里啊 佩佩睁大眼睛 然后你们就在现实中见面了 然后他真的教你打游戏 四舍五入一下的话 差不多吧 佩佩当时激动得不行 我 学神教你打游戏 那你的梦想不就实现了 多年闺蜜什么的 真的很烦 简直对他的心理活动 了如指掌 乔晶晶转移话题 你怎么也开始打游戏了 就是看了你的比赛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老公之前就打 正好带我 还对了 你用微信还是QQ登录的呀 你那个微信叫 闪闪发光的号 很少打 你是不是有别的号啊 我用小号了 加我加我 你微信 我QQ去的 成年人为什么要用QQ 大概是为了 不跟你组队吧 我已经是黄金了 哦 乔晶晶一脸冷漠 佩佩在乔晶晶家玩了一会儿 就回去聚餐了 乔晶晶接下来 也有一堆聚餐 一顿连着一顿 还好后年李岛的电影 是要求她增肥 年初三晚饭后 佩佩又来串门 蹲在她房间里玩了一会儿 觉得有点无聊 怂恿她 哎 要不我们出去玩吧 京市这两年变化可大了 冬九那边 烟壶造得可漂亮了 她拿出手机 给乔晶晶看照片 你看 有些小咖啡馆什么的 都很有情调 都有小包厢 你进去应该不会被发现的 可以看湖景 去不去去不去 乔晶晶看了一下照片 有点心动 现在太晚了吧 佩佩无语 在七点 你是不是大城市里待着人呢 再说本来就是看夜景啊 乔晶晶考虑了一下 好吧 出去也好 免得在家里老是忍不住刷微信 一不小心回到了怎么办 结果到了咖啡馆 主要活动还是刷手机 一定是因为聊几句佩佩就开始玩游戏的缘故 乔晶晶很不负责任的把责任推给了闺蜜 在佩佩的游戏音效中 乔晶晶无聊地刷了一会儿朋友圈和公众号 然后不小心打开了于途的微信 于途这么多条微信你都没回 哪儿多了 早中晚各一条而已 不对 乔晶晶立刻关掉手机 把凑到他身边的脑袋推开 你干什么 专心打游戏 打完了呀 佩佩拉着他 给我看看嘛 我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 有没有给你结了几百张聊天记录 乔晶晶没好气地说 我要求的吗 还占我手机内存 小气 佩佩坐回对面自己的椅子 哼 你不说我也猜得到 我刚刚在你车上 发现了于途的驾驶证 乔晶晶一愣 驾驶证 对哦 前天后来他坐到前面去了 于途的驾驶证就被留在了后座 他完全忘记了 但是于途怎么也不记得拿走 哎 我不是故意看的 今儿把羽绒服放后座的时候看见了 还以为你的呢 顺手打开看了一下 哎呀 好久不见学神大人了 看照片还是一如既往的帅呀 所以 请问晶晶小姐 你们怎么会在一个车里 又在后座上干了什么 什么都没干 但是如此诚实的答案 显然不能取信于不知脑补了什么的佩佩 他不屑地说 我信你才怪 算了算了 不比你了 其实吧 我觉得有点爽 什么时候看见过学神这样啊 不过晶晶 你到底对人家有没有意思啊 要是有意思别老晾着 学神他也很高的 佩佩提醒他 乔晶晶喝了一口果汁 他哪有晾着他 只不过想两个月不理他而已 佩佩挖不到什么八卦 只好又去玩手机了 小包厢里有点安静 乔晶晶想起念书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样 放假的时候就找一个地方一起做作业 一起看小说 一起聊那些秘密的心事 那个时候 佩佩也喜欢着一个男孩子 后来 他却嫁给了另外一个人 过得幸福美满 他曾经也以为 他的生命中不会再有于途 如果不和于途在一起 他会幸福吗 肯定是会的 他会让自己过得很好 但总是有哪里 是不一样的 佩佩突然惊叫了一声 我晕 晶晶咱们还是被人发现了 乔晶晶回神 死吗 好像有路人拍到我们的照片 发碰圈了 然后转来转去 转到我们班级群了 现在群里正在讨论你呢 还爱到我 佩佩把手机推给他看 乔晶晶低头看了一下 高中班级群里 正飞快地刷着消息 佩佩 你和乔晶晶一起是不是啊 在哪啊 据说是东九那边 地下停车库拍到的 at 佩佩 现在好多同学 在KTV聚会唱歌 喊乔晶晶一起来啊 就是就是 大家都几十年没见了 哎呦别闹了 大明星才不会来好吧 乔晶晶网上翻了一下 KTV聚会的名单 便不慎在意地 把手机还给了佩佩 佩佩接过手机 坚决地说 我决定装死 他无聊地戳了一会儿手机 突发奇想地说 哎晶晶 把你的网者号给我玩一下呗 想试试打高端级什么感觉 你想去坑人吗 啊 我打得也很靠谱的好吗 只是没一直排位而已 行不行啊 乔晶晶实在担心 他会害自己被举报 但看他一脸哀求 只好开了游戏 把手机递给他 哎 打不过记得给我 说完不由一愣 这句话经常是某个人对他说的 没想到今天 竟然轮到他对别人说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佩佩喜滋滋地抢过手机 结果他嘴上勇气十足 刷了下乔晶晶的游戏面板 竟然又怂了 算了 我还是有点不敢 他在乔晶晶的号里溜达 不时发表一些点评 你这ID真神奇 摘棉花什么鬼 哇 排位胜率这么高 上海是第十百里守约 你还有两个五连绝世 乔晶晶一仗 什么 五连绝世 你自己打的你自己忘记了 你还不dar了 感谢观看